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 我们也需要有善知识的引导 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 若遇到顺缘就能很快进步 但若遇到逆缘时 更要精进不屑 并且要有善知识引导 我们在学习的当中 这个遇到的各种因缘 有时候顺境的话 那么我们就这个 进步的速度相当快 那么 假使有时候逆缘 或者是一些 包括一些比较松懈的 这些环境的话 我们复习就随着这种因缘 这个脚步就会放慢 那么像类似这种 在学习当中 尤其在人间 大概都会看得到 那么但是 假使我们这一生 想要把握自己的生命的实相 要了生死 要能够成就自己生命 圆满自己的生命的话 当然 我们就是尽可能的 要精进精进 那么 这个 善知识 伴侣很重要 假如说我们遇到了 这个 善知识 开悟的善知识 法师 或者大德 那么他们 智慧 已经通达 圆满 所有 佛跟菩萨的 这种 这种 就在这种 环境当中 他会让你知道 也不离开佛法 那就是我们的大福吧 测圣金刚上师开示 众生这一生 想要把握生命的实相 要了生死 并成就自己的生命 就要不断地精进 史房新闻 黄慧如 黄凯杰 高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